便突然盯着我看 便拉住我的手 头立刻抽过来亲我 国民党台北市员游实惠拿出手板 专述被害人有多恐惧 指控前政院顾问郑鸿辉 曾经性骚扰 我推开他平静的说 我已经结婚有小孩 郑鸿辉马上回我 我也结婚有小孩 他边说边解开自己裤子的拉链 我跟他讲这里是马路边 不好 他居然马上示意要司机 立刻开车找一家去车旅馆 我只好欺骗他 说自己生理期不方便 他听了后便说 不方便啊 那改天好了 游书会表示当事人2021年 2月参会上跟郑鸿辉碰头 顺路搭了便车 没想到是噩梦开始 被韩人提供赖截图 第一时间跟朋友诉苦 隔一天郑鸿辉还来电 但他没接电话 面对指控郑鸿辉发声明反击 不曾违背女性意愿 做出任何预举行为 匿名政治指控是人格谋杀 谋取有时会个人选举政治利益 愿意主动接受任职单位 与司法全面调查 而郑鸿辉限制还是中华电信子公司 神脑国际的董事长 交通部长汪国才也表示 是即刻起将郑鸿辉停职调查 政院也立即解聘无几职顾问 政府顾问发生了这个信聘案件 按照政府的规定先予以解职 真谈me too事件在一桩 两年前往事翻出台面 郑鸿辉跟被害人双方各说各话 现在是王嘉宏就是GIN HAPPY BORDER